接下来看一下九周期的这个模型 就是我们的整个销售季节 在开始的第一个礼拜 所以我们有九个礼拜 九个价格 然后最佳的定价策略是什么 所以我们定一个函数 J1是一开始的时候 U是我们一开始的存货水平 P是我们的价格上限 这个是作者用这个聚集 这个在Excel下面的聚集 把它算出来的 如果你的残值是零的时候 你的最佳价值是九万多块美金 然后你一开始的价格是103 所以我们这个问题残值是55 这是我们一开始的价格定价 然后接下来就根据计算的步骤 就是我重复我们前面两期的步骤 One step close to go的方式去算 然后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如果你的残值来到75 你一开始定价会高一点 然后你的最佳的函数值 也就是最后你拿到的期望回报 也会高一点 所以基本上残值也会影响到你的最佳的价格 所以这个蛮有趣的一个现象 这种称为动态的决策 根据你的手上有的资讯 变化你的最佳的价格 那目的当然是最大化总收入 所以如果周期T 我们的PT是价格的决定 那P是属于这六个数字 所以为了省略符号 我们这边T没有写出来 然后在价格P DPI代表相对应的需求 D是需求 然后P是你的价格 I是你可能性 现在有五种可能性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需求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假设 实际的情况会比较复杂一点 比如说什么叫策略的顾客 也就是说有些顾客 他会等待你的价格降价的时候 他才来买 所以其实文献上也有非常多的论文 在讨论这一种消费者的行为 建立更复杂的数学模型 所以我们的Bellman Equation 这个最佳的期望值是收入 从T到你的这个结束 所以UT是你的库存水平 然后T-EP是你前一期的定价 那我们不能比这个价格更高 所以这个价格变成我们的上限 然后我们的最佳的目标函数 就是我们的什么 One Step是这个地方 然后这是Cost to Go 那因为我们现在有五种可能 所以是IE到5 然后QI是我们的几率 在我们这个问题里面是0.2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售价乘上我们的销售量 也就是你的需求跟存货的最小值 就是我们的销售量 然后这是一步对不对 然后加上Cost to Go 就是说我们手上的库存 减掉我们那个时候相对应的需求 这个跟你的I情节而变化 所以这个是一个会变化的数字 所以这个就是你什么 剩下的库存 然后你的定价 所以各位同学要特别注意到 这一些数字这个架构是跟着我们问题而变化 所以不同的问题就会产生不同的 Belman Equation 这个是需要训练的 也就是你要练习 其实单单这一种随机的 又可以开一两学期的课程 结论 我们系统的状态就是我们的库存水平 还有价格上限 从前一起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状态 然后在其他的模型 你的系统的状态可能完全不一样 在这个第十一讲 然后你的价值函数是你的在周期T 然后针对这两种所有可能的状态 然后去决定他的最佳的值 所以你再从T等于9 把所有可能性算出来 8算出来 7算出来 6算出来 所以你就会每一期都有一个对照表 说我怎么去定我的价格 我的利润才会是最大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 Backward in time是最佳解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在决策数的计算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是动态定价 又是类似的问题 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同学 你在做决策还是从第一个礼拜 第二个礼拜 所以这个是计算 然后这个是做决策 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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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太一样 接下来 预备